大家都在關注另外一個看點是監察委的這個人選 楊曉杜他是中紀委的副部長 那他現在被作為新組建的這個監察委的這個首任主任 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那您覺得為什麼不是趙樂際而是楊曉杜 這樣一個非常規的安排反映出什麼樣的信息呢 現在這個事情比較難說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子安排 因為原來呢中共他有這麼一種設置方式 就是說如果在黨內有一個機構的話呢 他在國家層面上有的時候也會有一個類似的機構 相應的 相應的機構對他有不少這樣的情況 有一個相應的機構是相呼應的 但是沒有像中紀委和監察委這麼等同 那麼他可以是一般都是兩個人 就是黨內這個正職 由副職去任這個政府部門的這邊的正職 有這樣的設置的 是有這樣的設置的 這種情況 而且不少見 你比如說跟在這個 就是叫什麼 那個 統戰系統 統戰系統很多就是在統戰系統 任副職的 到政府部門的相應單位裡面去任正職 這種情況 是有的 但是這個情況呢有一點特殊 就是說這個因為監察委的設置呢 原來人們就認為這是一個超級機構 那麼超級機構呢很可能認為是 以監察委為主 涵蓋中紀委 那麼如果這種情況的話呢 那就說明就是在國家體系裡面呢 可能有點像 傑森剛才談的 國家體系要 注重的 變成一個獨立一個機構 而 黨的相應機構變成附屬的 現在這個設置呢 正好是反過來的就是說還是以黨為主 國家又設置一個 那我想呢現在在這種情況下呢 可能性最大的是讓兩個機構獨立運行 這個中紀委只管黨 就是黨內的幹部 而這個 特別是主要 共產黨的主要負責人 而這個人如果說是他雖然是有黨的職務但是他又有行政職務的話 那麼將由國家監察委來負責 所以監察委管的是什麼呢 叫做 國家幹部 就是叫所謂公務員 系統 公務員系統國家幹部然後中紀委呢管的是中共的就純的中共 黨務幹部 可能是用這種分工的方式 這樣的話呢互相就沒有交叉 因為他存在一個誰聽誰的問題 現在這個設置的話呢我個人覺得呢很可能是 因為這個監察委呢是一個 是一個新設置的特別像中紀委的運行方法 當然 從好的方面來說的話呢他可能是一個什麼呢就是 反腐運動制度化 但我個人呢更像更覺得像是一個 反腐政治運動常態化 就是他有很多在法律之外的拘禁人的權利 這個呢不是一個正常的制度化的過程 到更像是一個常態化的過程 對有人說他把這個雙規給 制度化就是給常態化了 對甚至就是政治反腐政治運動反腐的常態化 更有點像這種形式 所以我並不是特別看好這個監察委的這樣的一個設立 傑森你怎麼看 當然我自己的感覺上呢就是說呢其實呢 就是因為王岐山在任所以說把這個 中紀委搞得非常非常的彰顯 其實呢就是中紀委在這之前的話呢他也沒有 沒那麼多那個事兒 那個那個就是說那個 當然王岐山在的時候他有一個職位 大家一直忽略了 叫中央巡視組的這個小組組長 那麼其實這個是一個 最讓各級官員害怕的一個機構 就是說呢 他實際上是 王岐山是把各個中央好多部門的人 就是聚集到一塊巡視 組成各種巡視小組 派到各個地位派到各個部門去巡視 在這個巡視過程中呢讓 這個巡視組的這個事兒 他只是一個短期行為 那麽要長期把這個事兒進行下去的話呢 他得有一個國家的機構 就是呢 畢竟用國家的這種機構的形式 從上到下有個體系 那麽就是 監察委的這個這樣的一個機構 出現的一個原因 而另外一方面的話呢 就是說呢 楊小杜的話 他是當時在中紀委 做這個 這個 王岐山的副手 那麼王岐山對他是比較了解的 如果王岐山 還想 在這方面有一點力量的話呢 他畢竟就是跟那個 楊小杜合作 要比跟 趙樂際合作更方便一些 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 讓楊小杜 就是 趙樂際的副手 去掌管一個 新的這種 甚至可能成為超級機構 那麼這兩者的關係 有人說 可能是互相制約 甚至有人說可能是 對於 在我看來還是剛才我那個概念 就是說呢 政治局常委 其實已經 不是一個 那麼重要的一個機構 在這個權力集中在習近平之後的話呢 其實呢 習近平的意志呢 其實是核心的 而政治局常委的話呢 他可能未來未來 也就萎縮成了一個 中共黨內的一個 核心的東西 但是呢 他也是 思想也是來自於習近平的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的話呢 習近平覺得 楊小杜和那個王岐山 合作能進一步發揮 歷史上能發揮的事情 達到他 因為畢竟 他這個監察委 不光是監察 經濟犯罪 不光是貪腐 他對政治路線各方面 他也監察 所以說呢 換句話說呢 他如果走惡的另一邊 就可能明朝的那個 東廠西廠 就直接就是 就是皇帝的這個 從上到下 從中央到地方 法外系統 那麼呢 如果他走 相當於說 我們善意理解的話呢 他有可能就是 這個香港當時的 這種廉政公署 就是直接權力來自於 這個 就是比如說 這個英皇 英皇 那麼 這個在執行的過程中的話呢 各級官員都受他的監控 那個廉政公署 確實把香港 帶入了一個 廉政的社會 所以說呢 博士上講就是看這個機構怎麼運行 那 是